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学的怎么样啊 反正我当时学的时候呢 这个会计分路给我的是困扰了我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啊 为了帮助大家降低这些困扰呢 我们这节课做什么呢 我们拿几个具体的例子来帮助大家呢 更好的理解会计分路 好吧 我们来看呢 假设有一家企业啊 它一年当中发生了这么几笔业务 一年当中发生了这么几笔业务 我们分别来看 应该如何做会计分路 先看第一笔业务 1月5号 国家投入资本是 2万2千元 这国家够扣的啊 投入2万2千元 当即存入银行 这一笔应该怎么样记账 我们说呢 要想知道怎么样记账 首先我得知道这笔业务 它涉及到哪几个账户 是吧 不要不要看这个国家啊 投入资本 投入资本是什么呢 是所有者权益 是吧 谁会投入资本啊 老板会投入资本啊 所以说 投入资本呢 是所有者权益 以什么方式投入呢 投入现金2万2千元 但是企业马上把它存入银行 也就是说 对企业来说 它增加的是什么呢 增加的是银行存款 对吧 增加的是银行存款 所以说呢 这里边涉及到两个账户啊 第一个是银行存款这个账户 第二个是什么呢 实收资本 这个所有者权益类的账户 那银行存款是一个资产类的账户 是吧 好明确去这一步骤 我们接下来干什么呢 国家投入资本 那是你的实收资本 这项所有者权益 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呢 增加了 是吧 国家投入的钱越多 你企业的钱也就越多了 所以说所有者权益增加了 而存入银行 银行存款 这个科目是增加了 还是减少了呢 也是增加了 是吧 也是增加了 好 那么这笔业务实际上是什么呢 它既增加了企业的资产 也增加了企业的所有者权益 好 我们说资产增加既在哪啊 一定要记住一点 资产增加既在戒方 对吧 而所有者权益和 我们想在那个最广域上资产负债表 他们是在同一边还是在相反的呢 在相反的两个边 是吧 好 那既然资产的增加既在戒方 那么这个所有者权益的增加呢 既在贷方 是吧 好明确到这呢 我们就知道 借方应该记什么呢 银行存款 2万2千 是吧 戒方记什么 戒方记这个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实收资本 2万2千 好 所以说呢 这是我们举的呢 第一个例子 好 可能理解起来还比较麻烦 我们再看第二个例子 1月10号 从供应单位购入原材料4千块 然后呢 获款奢欠 尚未支付 好 我们想这么一个事儿 从供应单位购入原材料4千 从供应单位购入原材料4千 涉及到一个科目是原材料 是吧 原材料是一个资产类的科目 而购入原材料 会让你的资产增加 会让原材料的资产呢 增加4千块 好 所以说呢 资产增加既在借方 是吧 所以呢 事实上我们这笔科技分动呢 借方我们已经知道了 借记原材料4千 好 我们再看 那有借币有贷 贷方记什么呢 获款奢欠尚未支付 获款奢欠尚未支付 是什么意思呢 我欠别人的钱了现在 是吧 为什么欠了 欠别人的钱 欠别人的钱 货款拖欠尚未支付 这叫什么 应付账款 应付账款 记住这个科目 应付账款 应付账款是什么 本来应该给人家还没给的钱 这是我欠人的 是吧 它是一个负债 你欠人的 通过这个业务呢 你又欠人了一笔钱 你的负债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 负债增加了 是吧 我们是看到负债 负债和资产是在相反的方向吧 负债增加了 应该记在贷方 因为呢 我们使用铭记的一条原则是什么呢 资产增加 记借方 所以说贷方记什么 贷方记应付账款 四千块 大概是这么一个 好 好呢 这个希望大家通过这个呢 能更好的理解一下 我们的会计分路怎么做 如果还不理解的话 我们还有 好吧 你看一下这个是什么呢 1月20号 购入固定资产 共计1万元 开出支票 以银行存款支付货款 不要管它怎么弄 以银行存款支付货款 然后呢 这笔业务发生怎么样呢 企业的固定资产增加了1万元 因为它购入一批固定资产嘛 企业的固定资产增加了1万元 同时呢 因为是以银行存款支付的这个 支付的这笔固定资产的货款啊 所以呢 银行存款减少了1万元 是吧 固定资产 看名字就是资产 是吧 固定资产增加了1万元 固定资产是资产 资产增加记在借方 好吧 然后呢 银行存款也是一项资产 而你开出支票以银行存款支付货款 支付了之后 你的银行存款会减少 啊 银行存款呢 也是资产 它的减少应该记在贷方 啊 所以呢这个科目呢 是这样的 啊 我们可以在世上再想一步啊 如果是 他没有开出支票 没有这一步 他货款上 货款还欠着 这个应该怎么记呢 上跟我们上面那个例子就一样了 是吧 货款还欠着就是应付账款 对吧 应付应该付给别人而没付 这是你的负债啊 你欠别人东西越多 你的负债越多 所以说在这里边呢 负债是增加了 负债增加了 负债和资产在反方向 是吧 资产增加了 既在借方 负债增加了 既在贷方啊 所以说呢 没有这一行如果是货款上 上涉欠着怎么样呢 应该是借记固定资产一万 代借应付账款一万 是吧 这个呢 如果是那样的话 就跟我们上一个例子是一样的 啊 好的 通过这几个例子 我觉得怎么样呢 大家应该是差不多 掌握了什么呢 一般的会计分路 接下来呢 我们将提高难度啊 接下来呢 我们将提高难度 这个呢 当然你会觉得 还是难度不是太大哈 这个怎么样呢 我们现在从现在开始 不做一介一带的了 现在做什么呢 啊 做符合的会计分路哈 看一下 1月25号 向供应商的 向供应单位 购入原材料 3000块 啊 3000块的原材料 其中呢 2000块以货款啊 用银行吞款的方式 2000块钱的货款呢 用银行吞款的方式支付 剩下呢 1000块呢 先欠着 先欠着哈 好 我们看 在这个会计分路里边 或者在这笔业务里边 它就涉及到 不止两个账户了吧 涉及到不止两个账户啊 首先什么呢 涉及到原材料这个账户 啊 还涉及到什么呢 银行存款这个账户 还涉及到什么呢 有1000块钱的货款未付 这叫什么呢 应付账款这个账户 是吧 涉及到这三个哈 对吧 我们接接下来拿 挨个来看 这三个账户 分别是寄借 还是寄贷啊 好 购入原材料 原材料是资产 是吧 购入原材料之后 资产会增加 资产增加呢 寄贷借方 是吧 所以说 一个借方首先肯定有一个原材料 3000 其中呢 2000块以银行存款支付 银行存款是一项资产 你拿银行存款付款了之后 你的银行存款会减少 对吧 会减少 那么银行存款是资产 资产减少 寄在贷方 啊 所以说贷方应该有一个什么呢 银行存款2000 这下面还有一个账户呢啊 啊 还有一千块的货款拖欠账 拖欠的货款叫什么呢 叫做应付账款 应付应付应付应该给别人而没给 这是我的负债啊 通过这笔业务之后呢 你欠别人的钱又多了1000块钱 所以说呢 是负债增加了1000块 负债呢和资产 他们是在等式的两边的啊 在等式的两边 资产增加及借房 负债增加就应该记在贷房 好吧 我们呢把这三个账户分别分析完了之后 我们可以得到 这样的一个复合账户 应该是怎么写的 大概是这么写的 啊 这个是原材料 原材料增加了3000啊 写在借房 这个呢也是 这个呢是银行存款资产 资产呢 因为付款呢减少了2000 写在贷房啊 这个呢应付账款是负债 负债呢 因为你又欠了别人1000块钱 负债多了 所以写在贷房1000块钱 好吧 这个呢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符合式的 会计分路 它的书写方式 好吧 我们给大家举个例子 在下接下来呢 我们进一步提高难度 难度在这儿 2月1号销售一批产品啊 客户呢直接将5万块钱的货款打入了企业的银行账户 这批产品的成本为4万块钱 麻烦了 是不是麻烦了 麻烦在哪呢 成本4万 然后收到货款5万 借货带是不是不相等了呀 是吧 是不是不相等了呀 那么这个怎么办呢 有人会说了啊 这个呢5万减4万有一万的利润 可不可以这么计呢 不可以的哈 不可以的 为什么呢 我们利润一般是在期末的时候核算 而不是每一笔业务都核算利润 啊 而不是每一笔业务都核算利润 所以说我们现在实际上碰到这种 碰到销售 我们想销售是怎么一回事哈 销售是怎么一回事 销售呢 其实你可以把它分解为两个过程 第一个过程是什么呢 实现了收入 第一个过程是什么呢 实现了收入 收入以什么形式实现呢 看人家是用什么样的方式付款呢 比如用现金付款 你就是用现金的方式实现了收入 如果用银行转账呢 你就是银行存款的方式实现了收入 如果呢 他现在还欠着没付呢 你就以应收账款的形式实现了收入 啊 所以呢把它分成两个过程 这是第一个过程 实现收入 第二个过程是什么呢 实现每一笔收入都得承担成本 都得承担成本 啊 所以下一个是什么呢 确认成本的过程 确认成本 在这边用什么什么样的成本啊 我们在这里边是 以一批产品的哈 一批产品的方式 通过承担 四万块钱的成本 通过呢 接受这个 你的库存产品减少 啊 这一项不太好的事呢 承担了这个成本 同时呢 收到了 银行存款增加五万的 这么一个收入 啊 所以说在销售过程中呢 我们通常分为两步来计 第一步 确认收入 收入 在这里边确认收入啊 收入是以什么方式实现的 是吧 银行存款是 银行存款是 银行存款是资产 资产增加了五万呢 应该是借啊 借记银行存款五万 而贷什么呢 贷记收入啊 收下收入和资产在两边吧 啊 我们增加了五万块钱的收入 是不是通过这笔业务 增加了五万块钱的收入 那么贷呢 应该是记收入的啊 主营业务收入 应该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呢 第一步 确认收入啊 通过五万块钱 银行存款的 银行存款增加五万的方式 实现了一笔收入 好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什么呢 是确认成本 成本怎么确认呢 我们看啊 这边成本是什么呢 我通过 承受一个什么不好的事呢 承受我们库存商品 减少了四万的方式 来为这项收入买单 是不是没跟呢 好 我们再看成本怎么确认呢 首先 我的库存商品 减少了四万 是吧 库存商品是资产 资产减少了四万 即在代方 是吧 好 然后呢 做了这笔业务 我的成本累积的就越高 是吧 做的业务越多呢 成本累积的越高 但是不是你收入也越多啊 好 我们想在这笔业务发生之后 我的成本增加了四万 我们说成本是一项特殊的费用 成本对应了一项特定的资产 不管费用还是资产 它们都在左边 是吧 都在左边 也就是呢 它和资产的寄上方式 应该是一样的 成本增加 应该记在借方 好 知道这个之后 我们再接下来看 这个成本确认 到底应该是怎么一回事 大概是这么一回事 借记主营业务成本 比如主营业务成本 增加了四万 代记库存商品 四万 你说什么呢 我通过库存商品 减少了四万之后 这一个方式 为这项业务的发生 承担了成本 对吧 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啊 不要觉得它 它要突破底线 我们的底线是 有借币有带 借带币相等 这个是不会被突破的 好了 然后呢 我们这些课就讲到这儿 这些课事实上 我们就是通过几个简单的例子 给大家呢 展示了一下 借带机商法中的会计分录 应该如何记录 事实上呢 这个远远没有那么简单 远远没有那么简单 在接下来呢 我们会分别 根据企业的精英活动 向大家进一步展开 更加实际的 会计分录应该这么做 好吧 好这些课呢 我们就讲到这儿 谢谢大家